在唐代有这样一名将领 这个人一生只打了一场仗 他就是王玄策 那么他到底干了什么呢 新唐书上记载 在贞观22年李世民派遣王玄策出使天竺国 但是王玄策还没有到打天竺国的时候 天竺国的国王就死了 那么国王是怎么死的呢 据说是因为大臣谋权篡位 还拒绝了王玄策的访问 王玄策当时直接就不高兴了 我不远莫你来拜访你们 你们还不让我进 于是王玄策就召集了当地的一些地匹流氓 把这个大臣给灭了 这场战役打了三天 这三天里王玄策杀了人家三千多人 还淹死了上漠了 当时王玄策是出使天竺国 只带了十几个之位 这场仗到底是怎么打的呢 当时的土班和大唐正是友好阶段 于是王玄策就向土班进了一千人马 带助这些兵力去交战阿罗纳的七千骑兵 这场战役打下来之后 阿罗纳弃掉了查国和罗城逃命 但是被王玄策的部下给火捉了 然后王玄策就不过了男女上千人 牛马三末体 这场战役大唐没有被一兵一卒 甚至李世民都不知道自己的使臣 居然把一个国家给灭了 但是这场战役最后的结 国好像并没有那么好 王玄策打了圣仗 回来之后还带回来一个和尚 这个和尚自称已经200岁了 能够研制出不死药 说是吃了之后可以飞升上天 于是李世民吃了他的不死药之后 在50岁就真的飞升上天了 不过不得不佩服王玄策的战争天赋 没有被一兵一卒 就灭了大约半个天竺 真的很厉害啊